旁边中可以看到 车桶引擎盖整个凹了进去 上头的挡风玻璃也碎裂 破了一个大洞 打开车门一看 后照镜掉了下来 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就连被撞的男子 身前所穿的拖鞋都飞了好远 可见撞击力道之大 原来这里发生了一起叫车 撞击行人的事故 事发在5号晚间10点多 横春满洲新庄路 江西女驾驶开车时正下着雨 疑似视线不良 没有及时注意到 穿越马路中的行人 真姓男子 当驾驶发现时 闪避不及才撞上男子 导致对方伤势严重 当场失去意识 所以抢救后宣告不治 但您来听一段警方说明 当时下雨视线不良 发现时已闪避不及 造成真男受众伤 由消防人员受网 横春旅游医院救治 依伤势严重 冤方宣告急救无效死亡 现场警方对江西驾驶 进行酒册 酒册值为零 补酒精反应 时候传出江西女驾驶 被吓得发抖无法平复 但事发当下人烟稀少 没有监视器 女驾驶的车 也没有装行车记录器 需要还原当下情形 恐怕有难度